小妖给轩辕王把完了脉 调整了方子 半推半哄地扶着轩辕王到榻上去休息 这国事您是忙不完的 哥哥已经回来了 您多少该安点心了 轩辕王微不可查地摇摇头 就是因为枪炫回来了 他这心才更放心不下 但他却依旧顺着小妖躺到榻上去休息 小辈的孝心 往往最能温暖老人家坚硬外壳包裹的那颗心 即使那个人是明镇八荒 统一中原的轩辕王 轩辕王闭目扬起神来 似在谋划 似在思索 又似在回忆 小妖走出大殿 听栏上前禀报 枪炫王子正在偏殿等候王姬 小妖点头 表示知晓 她沿着廊下的路 来到了她小时候居住的昭云侧殿 庭院内繁盛的凤凰树 正开着红艳艳的凤凰花 枪炫正站在树下 伸手接住了一朵树上掉下来的凤凰花 小妖走过去 问道 安念呢 我看她有些累了 把她安排到了你隔壁的屋子里休息 小妖对着苗圃吩咐 去看看 安念那里可缺少了什么 轩辕要比浩灵冷上许多 看她可适应这个温度 再吩咐下去 晚上的膳食 做得清淡一些 是 苗圃转身朝着寝殿走去 小妖又说 听兰 你带人去把隔壁的寝殿收拾出来 今日有些晚了 明日让安念搬过去住 是 听兰领命退了下去 暗指 你带人去后山的桑林里 天设一个靶场 再去看看外爷给我准备的书房和药房整治的如何了 是 暗指领命向着后山走去 不用待在玉山的半个月 小妖便打算带着阿念在这招云殿住下 好好陪陪外爷 也顺带帮他调理调理身体 枪炫听着小妖的这些安排 有些疑惑地问 我以为阿念会更愿意跟你住在一起 小妖看了枪炫一眼 不嫌不淡地说 以阿念的身份 在朝云峰 她应该有自己的宫殿 枪炫看着小妖 第一次感到迷茫 她不知道小妖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阿念的身份 是说阿念号陵王纪的身份吗 还是 枪炫有心想说点什么 却不知怎么开口 最后只能转了话题 这次回来 怎么没见你带珊瑚 小妖说 我把珊瑚留在号陵达里花容了 珊瑚和苗普不一样 苗普是个官 自然可以我在哪 她便在哪 珊瑚在号陵 却是还有父母亲人 兄弟姐妹 相比跟我来轩辕 珊瑚会更喜欢留在号陵 况且我的事 一直都是入收在和珊瑚打交道 有入收的照看 无论是珊瑚还是花容 都会在号陵发展得很好 枪炫看向远处 却只是表情淡淡地接了一句 你一直都是这么为别人考虑 为珊瑚 为阿念 更为她 小妖站在道枪炫身边 也伸手接住了一朵树上随风飘落的凤凰花 默默看了起来 沉默的气氛在两人之间蔓延 小妖和枪炫都好似在 思索着什么 回忆着什么 两久 小妖说 哥哥 我们做个秋千吧 枪炫微笑着回答 好 两人便也不用侍卫帮忙 轻力轻微一起做了一架跟小时候一模一样的秋千 又挂到凤凰树上 小妖在秋千上面坐着 枪炫在她身后轻轻推着 朝云风上 凤凰树下 秋千微微地前后荡漾着 树上的凤凰花速速洒落 落在二人身上 小妖和枪炫竟然真的有一种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小妖坐在秋千上轻声说 哥哥 我们一直像现在这样 好不好 枪炫推秋千的手僵了一瞬 马上又动了起来 将秋千微微推高 在小妖身后温和地回了一声 好 小妖临睡前 去看了阿念 阿念第一次离开浩灵国 又不适应轩辕的气候 在云年上坐了一天 人到了晚上看着就没什么精神 小妖给阿念点了注眠的香 又拿来她 在浩灵平时盖的被子 再把毛茸茸的毯子搭在上面 暖乎乎的 轻声哄着阿念睡觉 待阿念完全睡熟 小妖才回了自己的屋子 累了一天 回到二十的家 小妖本以为她会很快地睡着 却没想到 这一晚 她竟然难得地失眠了 心有千千节 深夜难再眠 小妖在床榻上翻来覆去很久 也没酝酿出睡意 反而愈发心乱 她便悄悄拿了件外袍披在身上 走出了寝殿 小妖已在门框上 望着天上的明月 想着荒漠里的娘亲 也不知道今天星辰把房具 做成什么样了 她几次派人过去询问 都吃了闭门羹 甚至有一次 她跟防风被一起上门 也没见到今天星辰本人 值得了管事一句 等着吧 做好了自然会联系你们的 小妖只能无声地叹气 今天星辰手艺在手 脾气就要 即便她是两国王姬 也不卖她面子 她竟是除了等待 再无她法 外袁那会应当 也是想起娘亲了 所以才那么沉默无言 小妖在心里默念 爹 娘 女儿无能 还得让你们多等我几年 点点泪珠滑落到地面 碎成几半 未曾发觉间 小妖竟然泪流满面 这回到昭云殿的第一夜 竟然是个无眠之夜 第二日 小妖临近清晨 才浅浅眯了一会 也没睡时 迷糊之间 听见听兰在外间跟人说话 小妖侧躺在床上 懒懒地问 听兰外面怎么了 一边说 还一边打着哈欠 听兰走进屋里回奏 枪炫王子派人来请 说是宣元王召见王姬 小妖半眯着眼睛 摆了下手 听兰便退了下去 待小妖一番洗漱 走出房门以后 她才发现 竟然已经快到了晌午 小妖晒着阳光 步伐散漫地朝着昭云殿走去 进到殿内 竟是一片安静 外叶和枪炫正在下棋 阿念则是乖巧地陪侍在一旁 阿念看见小妖进来 甜甜地喊了一声 姐姐 小妖走过去 摸着阿念的头 关心地问 昨晚睡得怎么样 阿念乖乖地点点头 睡得很好 小妖难得看见乖得跟小兔子似的阿念 瞬间激发了她无尽的保护欲 小妖霸气十足地说 听兰给你安排的宫殿怎么样 要是缺什么哨什么 就跟姐姐说 在轩缘和在浩灵一样 除了两位陛下 都是姐姐最大 保准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阿念娇称 姐姐 小妖与枪炫都笑了起来 连轩缘王脸上 都有了一丝笑意 小妖看了几眼棋盘上厮杀的棋子 忍不住又打起了哈欠 她随手拿了条毯子 搭在身上 就歪躺在了窗户下的暖榻上 快到正午的阳光 没了清晨的寒意 晒到人身上 暖洋洋的 再舒适不过了 阿念看着小妖这般自在的姿态 忍不住看了眼哥哥 又看了看轩缘王 发现他们都是一副习以为常的模样 阿念突然就对小妖又是羡慕又是钦佩 真不愧是她姐姐 无论在哪都能这般的无拘无束 随心所欲 阿念就不敢如此 在父王面前还好 但是在轩缘王面前 她总会感觉到淡淡的压力 丝毫不敢放肆 而且阿念和小妖不同 阿念是从小便受浩陵王室里 宜勋陶长大的王姬 真让她像小妖一般不顾忌形象的随意坐躺 对阿念来说 也是一件很难的事 枪炫是早就知道小妖平时是个什么样子 能坐着不站着 能躺着不坐着 所以 丝毫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轩缘王则是早就习惯了小妖这副没规矩的样子 要是哪天小妖真的像阿念一样 守起规矩来 一身端庄做派 她怕是才会想要问问 究竟是怎么回事